大家好,我今天要為大家講的故事是 唐壁擋車 有一隻大螳螂長得又肥又壯 尤其是牠們兩隻錢壁 就像年寶剪刀一樣 鋒利極了,別的螳螂都閉上 當別的螳螂經過牠們面前的時候 牠就把錢壁舉起來示威 顯得十分神器其他的小昆蟲 像蝗蟲啦,昆蟲啦 遇上牠的話,更是一個都逃不了 大螳螂只要伸出手 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牠們捉來吃了 大螳螂越來越擠大 牠一出現,別的昆蟲都趕快逃走 大螳螂以為自己是世界最厲害最強壯的人 有一天,大螳螂在草地上懸逛 這個時候從遠處來了一輛車子 大螳螂看見圓圓的車輪不停地滾動 牠就好奇地站在路當中 車子繼續過來 大螳螂很生氣 牠心想,這是什麼東西 看到我真的不停下來 大螳螂就舉起前臂 用力地向前揮舞 車輪依然往前走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後來只剩下一公分 就可以碰到大螳螂 大螳螂卻不肯躲開 牠想用錢幣和車輪比一下力氣 結果車輪壓了過來 自古亮麗的大螳螂 被壓得粉身碎骨 小朋友 俗話說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自己做不到的事千萬不要逞強哦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